本院委員洪慈庸、黃國書等16人 有鑑於台中市翡翠區域農業加值推動計畫 還2018年台中世界化會博覽會推動計畫 也已列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對於台中區域都市發展以及產業經濟發展 具有重大的效益 然而計畫核定自償率高達30.1% 參著過去中央補助台北花博並未設定自償率 且考量台中市政府財政負擔能力 建請行政院研議調降或取消計畫自償率 減輕台中市政府財政負擔 以列計畫推行是否有當盡情公絕